9月5日 陈宝连儿子邱黄衣更新了个人社交账号的动态 今朝中的他玩起了雀斑滤镜但难掩气质 罕见露面的邱黄衣穿着简单的黑色T恤出镜 帽子反戴打扮活力四射 整个人洋溢着青春气息 不知不觉他已经19岁了 遗传了生母美貌的他五官深邃 轮廓分明帅气十足 颇佑当艺人的潜质 事实上邱黄衣梦想当一名演员 在他小的时候就曾求养母邱黎宽让他演戏 尽管邱黎宽很反对邱黄衣入行 邓爱子心切的他还是满足了儿子的愿望 让儿子在自己做制片人的电影《马德2号》中 客串一个小角色 当时电影上综艺节目做宣传时 邱里宽还戴上了邱黄衣 节目中邱黄衣表现得落落大方 完全不怯场 还分享了很多母子俩之间的趣事 比如邱里宽为了哄儿子开心 曾专门去学了一个小魔术 从母子俩的互动中看得出来 他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感情非常好 邱黄衣进入青春期以后 跟很多同龄人一样 变得贪玩 有了一点逆反心理 不过他始终不会忘记邱里宽对他的好 6月份他过生日时 曾发长文感激邱里宽的养育针 这妈妈对他的学业很紧张 每天都会督促他准时上课交作业 完成体能训练 在妈妈的严厉教导下 他的期末考试成绩很不错 他感叹道 如果没有妈妈 自己上不了这么好的大学 也没机会实现篮球梦 字里行间都明显感觉到 邱黄衣对邱里宽浓浓的感情 他却只字未提生母陈宝莲 也难怪 邱黄衣出生没多久 陈宝莲变轻生了 他对生母的印象只存在于 照片或视频中 可能没有太多感情 陈宝莲年轻时美貌出众 身材狡好 是一等一的大美女 然而他的人生极度坎坷 不管是事业还是爱情都很不顺 离开富山黄人中之后 他的心情跌到了谷底 做出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 名声已落千丈 2002年 他终于忍受不住压力 丢下还没满月的儿子 永远离开人世 专报连去世后 孩子的去留成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有说陈母想带女儿照顾孩子 也有说 孩子生父愿意让其认足归宗 然而 扰扰了一轮后都没有定论 看不下去的邱李宽 主动领养了孩子 并将他改命为邱黄医 如今邱黄医已长大成人 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也能像现在那样 时刻铭记邱李宽的恩情 2002年的一个晚上 年仅29岁的他 从24层的高楼纵深遗愿 一代艳心 就此香消玉允 现场发现一封遗书 妈咪请替我打电话给少爷 告诉他 宝莲去了 要好好保重身体 宝莲临死 仍一直爱着他 待我向曾志伟 梁家辉 黄百明 与陈百祥说再见 有些事情是朋友可以帮忙 有些事情却是朋友帮不上忙的 文中的少爷是谁 他和陈宝莲的死 有什么关系 一阵唏嘘后 只听到有人说 他在自杀前 就已经疯了好久 今天就来谈谈最惨烈的艳心 陈宝莲 她的一生用两个关键词就能概括 一托成名 为情自杀 说起陈宝莲 她的悲剧的开始源于原生家庭 四岁那年 她父母就离婚了 她背叛 跟了母亲 但母亲嫌弃孩子是个累赘 便顺手把她扔给了外婆 现在看来 这对陈宝莲来说 应该她一辈子中最好的决定 外婆汪一毕业于复旦大学 是上海知名演员 在和外婆生活的这段时间 让陈宝莲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1985年 陈宝莲12岁 陈母搬到香港 因为赌博欠下一屁股的债 看到电视上的叶玉清 夺得了亚洲小姐的继军 从而成为了娱乐圈的新星 看女儿样貌出落的不错 金明的陈母把她接到身边准备也让她进娱乐圈 好成为自己的摇签树 回到母亲身边的陈宝莲满心欢喜 以为母亲是爱自己的 却没想到这是噩梦的开始 养了几年后 陈母第一步就让女儿当模特 15岁就拍下了不少香艳的照片 17岁 陈母打算效仿叶玉清 让女儿参加选美大赛 可惜落选连前五都没进 只能说1990年的这场竞争太激烈 论口才气质 她都差了那么一截 顺便提一下 这截的冠军是为成龙生下小龙女的吴奇莉 但是落选不要紧 优秀的外形还是引起了不少导演的目光 这郑重沉默的下怀 只要给钱 她一律都结 陈宝莲才17岁 她就私自为其签了情色片 与陈宝莲有过合作的曹查理回忆 拍摄时陈宝莲极不情愿 在片场不仅一直哭 还拒绝对戏演员的触碰 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她 合同你已经签了 走不了了 你必须拍 她心里也明白 如果违约就得付一大笔违约金 只能一边哭一边拍 就这样她连拍了好几部尺度 一步比一步大 虽然演技平平 但命运带给她的感触 让她有着超乎年龄的忧怨 无奈被逼的哀伤眼神 还是挺到位的 加上有颜值有身材 就此一拖成名 名气直逼叶宇清 1993年 丽玉欣欣的陈母 丝毫不顾女儿 一口气替她签下了 十部三级片 想反抗的陈宝莲感到 无能为力 每天几乎只能睡一两个小时 除了在片场 就是再去下一个片场的路上 我做的都不是女孩该做的 也不是其他人可以承受的事 90年代后 人们逐渐审慰疲劳 拖心市场也不如从前 同期的拖心聪明的 都纷纷选择从泥沼里爬了出来 1994年 她也有过一个翻身机会 当时周星驰 点名要城堡联餐演 国产007 饰演性感女杀手 爱美神 上岸后的她 魅惑名艳 面部失去了原有的少女感 变得尖锐 有点像没那么妹的李小冉 其实走到这里 她的人生有了岔路 已经可以有选择了 要么就此转型拍证据 将脱掉的衣服再穿回来 要么彻底告别 从此远离喧嚣 过普通人的生活 但她却偏偏放弃了这些机会 乘坐上一辆疯狂驾驶的列车 那时她遇到了一个男人 黄润忠 她台湾政界大佬黄少谷的独子 被李敖封为台湾三大丑男榜首 有钱长得丑并不稀奇 让她声名远播的是她花花公子的名号 她一生有四大爱好 美女 美酒 跑车 豪宅 其中尤其好色 更是舍得在美女身上下血本 关于女人黄润忠有过以下豪言壮语 女人是我生命原动力 没有女人我吃不下饭 我色 可是我敢公开色 为何一定要偷偷摸摸的色 我可以说这二十年来 如果平均每年花一亿新台币的话 那么二十年来花了二十亿 她甚至为自己开了个后宫 设置等级制度 女朋友 女徒弟 干女儿 还有红粉知己 当陈宝莲的影片 飘扬过海盗 黄润忠手中 看过后的她只有一个念头 见到她 为此黄润忠 借公干为由 特意约了香港娱乐圈的一帮朋友吃饭 成功将陈宝莲约了出来 当时二十岁的陈宝莲 风满高跳 名谋好耻 让黄润忠一见旧 魂牵梦绕 她一致千金不断送豪车珠宝 但都被悉数退还 陈宝莲无动于衷的原因是 她那时有个男友叫莫绍聪 九三年的时候 两人一戏生前开始交往 她陷入了恋爱当中 可谓是全情投入 结果没想到风流的莫绍聪只是玩玩而已 脚踏两只船与日籍空姐纠缠不清 有天她撞见了莫绍聪与空姐在一起 才得知对方的渣男行径 陈宝莲伤透了心 分手后怒斥莫绍聪是伪君子 不久后 黄润忠去香港找陈宝莲 结果发现陈宝莲在神圳演出 为此黄润忠直接出动了直升机 只为约美人吃个晚餐 很快黄润忠任陈宝莲做了妻女 邀请她到台湾去发展 还说会帮她摆脱拖行程号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 好